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我们讲话也非常有意思 今天大家都知道新海革命一八周年 所以今天王远是给我们讲的话 这个题目就非常合适 题目就在这儿不要重复了 王远是开始讲话以前 我们的Professor Arthur Ellis 代表城市大学就整式的 给王远是最著名的学者欢迎 Thank you, Dean Lee Good afternoon, Professor Wang colleagues, students, ladies and gentlemen sorry we don't have better weather for you today but the atmosphere in here is warm and welcoming and we're delighted that you're here with us today for the City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Lecture the idea behind these distinguished lectures is to bring outstanding schola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come to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 part of our pursuit of excellence we promote the ideas of discovery,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we're delighted to have with us today Professor Wang who really exemplifies the spirit of discovery as you may know he is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where he served as director from 2003 to 2009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thought Professor Wang is also a fellow of the UK's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and was awarded the Outstanding Scholar Award from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Outstanding Scholarship I'm sure we're all going to enjoy his talk today which is entitled Power of Ideas Some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Professor Wang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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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I will use this Two of the副校長 and the院長 and the old friends and the old friends and the old friends I will not be able to ask you T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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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you I feel very proud of the Thank you with the Thank you as many featuring the 后来我事实上就没有再回到这个问题了 那么我是不是就坐着讲了 对不起因为我上面已经有这个 那么我这个因为今年新海百年也是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 那么台湾在国家科学委员会跟政大和边 由政大负责 然后请了很多人和边的中华民国发展史 那么其中学术发展的部分是由我负责的 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中研院有一些同事呢 私下呢有人发起呢就是编了十本书 就是附在最开始的这十本书 就是认为跟新海革命比较有关的十本书或是刊物 所以呢我一开始就先列了这十本书 就是在1911年之前 产生对后来新海革命影响很大的这十本书 那么我想这个是各位非常熟悉的书 原来呢中国这个城市大学中文化研究中心 本来就是在要这个夏天要我来 我就是要讲这十本书 那么后来呢因为他们要变成这个讲座呢 所以我就把这两个题目放在一起 观念的势力 那么各位知道观念的势力是这个 梁启超的文章里面 我忘了是他哪一篇文章 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用观念的力量 但是我觉得梁启超在他那篇文章里面 用观念的势力更生动 更生动 更告诉我们就是这个 Power of Idea 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里面 时间点里面 Idea可以有多么大的 当然不是说没有现实的基础 有很多现实的改变等等 可在那样的改变之下 Idea成为非常重要 对吹动的力量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题目 事实上我关心 今天我还是站着好了 我坐着不太习惯 会遮到是吧 用这个是吧 我看看 因为我这个奴性未改 所以还是站着觉得比较 这个 这个可以 就是我觉得这个 为什么用Power of Idea 就是我觉得梁启超这几个字 非常的鲜明 势力 不只是力量 是势力 我最早想这个 The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这个题目 事实上是很多很多年了 事实上我已经在 因为我从小看这个小说戏曲里面 这皇帝 这个王权 皇帝是不得了的 我们在思考王权的崩溃 大部分想的都是 经书或是先秦诸子里面 对kinship的了解 事实上一般人 或是在1911的之前 人们大部分的人 对kinship的想象是来自于小说戏曲 通俗文学 当然包括四书五经 所以我们事实上想的太窄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书 叫乾隆下江南 我只随便举一本书 就是中国很多这一类的小说戏曲 中国一谈到皇帝 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 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 这个我不是在夸张 这个我不是夸张 就是他 这个皇帝 这个王权 代表的是一个 beyond description 就是说你无法用白虎通春秋环路 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的这些言语 当然这些地方都对 尤其像白虎通里面 对皇帝在整个universal kinship里面 所占的枢纽的地位 包括像春秋环路 都有很好的描述 可是我觉得都不够 因为后来的中国的这个一般人 对皇帝已经增添 和许多的东西 无数的想象 像乾隆皇帝下江南里面 皇帝几乎就是天地鬼神的种族宰者 他到哪里碰到有难的时候 陈皇神就要出现 然后调多少兵来 帮他结尾 而且动辄走到哪里 其实要上厕所 就有一个黑影跑出来 黑风跑过来 他就知道赶快现身 是不是要来求风的 要来求风关的 就类似这样 他不是一般人想象中 他不是我们纯粹的 只是思想中的一个kenship 他是整个 所有东西 你看以前小时候 我们在戏台前面看到 他怎么扳演皇帝 所有东西都假他之名 来宣称 你不奉法 你不奉王法了 什么东西都要加一个王子 加一个这些东西 所有东西 最后的patron 最后的总的赞助者 都是王 不管真的还假的 不管历史上有没有规定过 不管哪一本书 有没有形容说 这个是他权利 没有 他所有全部的东西的 最后的patronage 他patronize 所有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在很早很早以前 就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 在两千多年后 突然消失了 他所产生的影响 绝对不是政治的影响而已 他所产生的 remification 一定是非常非常广 因为从我比照我们小时候所看到的那一种皇帝 提到皇帝的时候 那一种感动 那一种皇帝出现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要为之改变的那种感动 那不是四书五经里面所描述的这样而已 也不是春秋凡 或是白虎童里面 说明要是那样 它是一个全部的一个 所以 Universal Kinship 这个词 我许多年来一直想找这个词 从哪里来 都还没有找到 有一阵子有人跟我说 可能是Vogelin Eric Vogelin的 可是我也没在那书里面看到 有人告诉我 可能是 中亚的 什么 哪里的 贵双王朝 或什么 在形容他们的王权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词 讲得非常好 就是中国的皇帝 所体现的 是Universal Kinship 可能还比这个还多 因此呢 它的崩溃 两千多年的一个制度 突然崩溃 因为它中间没有间断过 中国人在中间 有多少的改叉换代 我都几乎 我现在可能一时 因为 没有仔细再去想问题 几乎没有改变 要有皇帝这个想法 很少 包括上唐末五代 最激进的那些思想 包括明末的这些 那些激进思想 有没有要拿掉皇权 来想象一个 未来的政治社会的 我几乎印象中都没有 在这个 有一类这类的书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 十几二十本这一类的书 恐怕就是二十本左右 比较思想比较特别的书 你仔细去看看它 它很少取消皇权 来构思一个 未来的理想的世界 哪怕是这个世界 是要非常平等 近乎无政府 可它隐隐然 都还假设有皇权 就这样的东西 突然在1911年 突然消灭掉了 所以这个影响 不是小事情 所以多少年来 我都在想这个事情 从来也没有写过文章 从来也没有写过文章 所以也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在这里念 非常惭愧 可长可短 可大可小 如果要这样这个PowerPoint 要讲比较久 可是因为我知道 只有播到一个小时 所以可长可短 讲到哪里 我就停了 这个是首先要向各位报告 就是后来呢 我才注意到 Christopher Hill 写过一本 The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s of British Revolution 那是我后来才 才这个几年前 才这个去给他看看 不过他处理的时段 跟我说完全不一样 不过因为里面 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看法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近代中国有很多政治事件 事实上都 Internetual Consequences 它不只是一个政治事件 新台革命也罢 武士运动 武士运动当然是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文化运动 北伐 在我看北伐非常重要 北伐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组成 一直都是亲北洋政府的学者 要到北伐之后 胡适才成为他的董事 之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都跟近代的 很多大学学术发展 非常关键 是因为胡适在里面 改变了他董事的名单 因为在他最盛的时候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钱 就等于一个银行 所以近代的很多大学 包括中华研究人 都深受他的支持 可是这个如果没有北伐 他不会改变他的组织的 所以政治作为一个界面 他会改变很多思想 跟文化的现象 那么918事件 1949年的这个 国共政权的轮体 等等都是这样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只在政治上重要 事实上在思想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今天只是举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辛亥革命 特克威尔就是法国的 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大权威 他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 我们每隔几年都要拿出来看一次 其中有一章就在讲 文人 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前行 一无所有的文人 既没有担任任何公职 又没有任何实际的力量 一群胡思乱想的人 居然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 思想社会里面 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 他们在舆论里面造成的权威 几乎就是定位法国大革命定调 我上次在讲这个同样的题目 也提到这个Prinston有一位叫做Robert Dante 写了一本 街头层次的法国大革命 里面对那些法国大革命时期 编书超书写书 写各种小册子 各种宣传品 的人的出身 跟他们所从事的工作 跟他们经济来源 都是几乎无以为生的人 从哪里 哪个省份跑来 靠着想一些想法 一些idea 一些这个不切实际的东西 就到最后组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思想 居然对法国到最后的这个 法国后来的这个大革命影响 如此之重大 如此之深严 所以这个旧制度于法国大革命里面 特别P一章来讲 文人 这些文人 跟着他们的idea 所以我为什么用power of idea 一方面也是受这个影响 就这些文人 这些原来没有任何官司 没有任何 庞大的家业 或是没有任何这个现实的凭借的人 靠着他们的笔 靠着他们小册子 形成了这个影响 无以伦比的影响 我不是说他可以完全对应到 我所举的这些书来 不过这些书里面很多的作者 都是这样的例子 都是这样的例子 事实上这些书里面很多人 康有为在户虚政变记里面 有几句话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他说 这些年来 出现了一群 无官手无公民 他没有做官 他也不考公民的人 他形成一个 free floating resources 如果用Weber的话 Max Weber的弟弟 创造了这个书 free floating resources 他形成一个 自由流动的资源 他写了各式各样的宣传的小册子 到最后造成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之大 配合着那个时代的局势 配合着那个时代的局势 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列了这十本书 事实上不只是十本 那么里面很多作者 或许原来有一些公民 后来就不再追求了 或许是根本就没有公民 或许是有公民 可是他没有任何官司 他们形成了一个 一群类似像法国大革命之前的 文人 他们所形塑的这个 对未来政治的观念 跟想法 对后来的辛亥革命影响 是非常大的 我们还是想计划一杯 分享这些书 可是如果讲完 可能就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不过这一套书呢 我们各找了一位人写导论 其中我就写第一本书 谭词彤的人选 可是一写欲罢不能 现在已经还没有收拾 还没有收拾 那么这些书呢 等一下我会稍微 这些书呢 大概可以归纳为几类 第一类就是 繁满的 繁满的 这个是大家最清楚的 繁满的 我想繁满的 这个民族主义啊 繁满的 这个是晚清的 Power ID 你们最大的一个 可是各位注意哦 我这一阵子读了很多 关于1911年革命的小说 其中有一本李六如的 60年来的变迁 里面就讲 一个某某某某人 你跟他讲亡国 他不在乎 他说亡国能亡到我身上来吗 我还不是领一份薪水 回家养家人 可是你跟他说复仇 说阳州食入 说家定山土 他整个人就振奋起来了 所以 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 一件事情多大 才可以对一个人造成影响 一件事情多小 才可以对一个人造成 极大的激励 我们终于亡国 已经够厉害了 亡国对有些人 还不够刺激 他要复仇 他才刺激 李六如这本 60年来的变迁里面讲 叶德胜 讲到亡国 他不在乎 能亡到我头上来吗 天塌下来有常人顶着 踢到满洲满人 以前杀这么多汉人 这个他 激动起来 所以我这里面列的像 阳州十字极 家定图成祭队 这在当时是有最大的影响力 最大的影响力 这个是 Power of Idea里面 第一个要特别提出来 各位知道这些书在道光年间 就已经出现了 就已经重新出现 这些书在 十七世纪 满清这个入关之后 被写成 此后就不再流通了 可能只以操本在 某些人手上 私下 偷偷流通 可是在 1840年代 或是稍微早一点 就道光年间 他就开始被重新印出来 像阳州十字极 像家定图成祭列 如果我记没错 在荆头一世 在这个 还有其他一两种书里面 都 可是你看 过了 六七十年才形成 重大影响力 这些书是 很早就有人在读了 很早就有人在读了 你看清朝末期 有很多人读书笔记里面 动辄提到 读阳州十字极 兴起黎明勾祸之想 就是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口 人可以被杀得这么惨 而且毫不灵喜 可是他没有想到 里面都没有提到 任何种族的想法 没有 家定图成祭列也是 你可以在清朝后期的 很多人的 读书的那个笔记里面 看到人们阅读他的记录 可是没有非常强烈的 动画只是讲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口 人命不值一分钱 等等等等 可是很少人把他跟 推翻清朝连在一起 把他很强烈的 跟推翻清朝连在一起 大部分都是清朝 最后的十几二十年 恐怕都不到十几二十年 十五年 我在看大概就是十五年 那个跟这个 后来清朝后期的屈辱 跟各方面是有很大的关系 各位知道 清朝后期的屈辱 使得他跟种族思想之间 形成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唯妙的结构关系 很多人认为 我如果不再繁满的话 就会成为王国农 所以我必须要繁满 这些东西 这些结构跟思想 两个配合起来 才使得他们两个 一发不可收拾 不然的话 在此之前 1840年代以来 读这两本书的人 都没有要推翻满清的想法 都没有 事实上很多在 明末清初 记载这个 汉人如何对抗清朝 英勇世略的书 在清朝后期 是被拿来宣传 拿来作为 我们要如此的忠于满清 提倡要模仿 这样的忠义的精神 来对抗外国的侵略 来对抗强的这个 流寇的这个动乱 最有名的是这个 突然忘了他名字了 等一下如果想到再讲 他在编他最有名的 后来对凡满革命 很有名的一本书的 序上里面写的 我每天把这些忠义的故事 讲一遍 那我这些守城的士兵 就非常的有斗志 所以最早的是把 十七世纪 满清这个 征服中国的这些 悲惨的故事当作 然后那些忠诚意识 英勇对抗外族入侵 是当作忠义的故事在讲 可是这些故事 到了清朝最后十五年 慢慢由甜变酸 慢慢都变成毒 由补药变成毒药了 慢慢都变成反清反满的一个 重要的材料 火药库 这里面尤其产生最大力量 就是这两本 扬州十日记 跟家定除尘记 每一个字眼 都有产生影响力 我曾经接触到 一位满族的学者 我不能讲他的名字 他写了好几篇文章 说扬州十日记 是假造的 是清末革命之后 所虚构出来的书 我跟他说 这怎么可能 日本图书馆 宽正年间 就有扬州十日记的翻印本 那连日本那本翻印本 也是假作的 假作怎么假造 宽正年间 也有同样的本子 而且这一个文章 还登在一个满族的刊物里面 我想你可能上去 搜索就可以 所以这不是假造 这个本来就是 人们认为它假造 常常是因为它字眼 这些抄本 抄来抄去 有很多这个变动 可是你如果要从这 先秦的经书 现在或先秦的这些文献 现在出土里面 在抄的时候 都有很多variation 你不能说那些都是假的 对不对 所以扬州十日 家境突生记列 这两本书 有各式各样的版本 里面有一些插补一段 有些是字眼有不同 不能以为这样 就是新二革命以后 有新人假造出来书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繁满复仇 配合着时代的屈辱感 因为近代中国的屈辱感 这个不是其他 许多国家能形容的 俄国产生大革命 俄国没有领事裁判权 俄国也没有租借 日本产生明治维新 可是日本没有 日本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前 力量还是控制在 日本自己的手里 所以跟其他很多 近代革命的国家 所产生的境遇 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太一样 所以那种屈辱感 才会使得这些 十七世纪 这些带有 民族仇恨的文献 突然间点燃 像火药 像火柴点燃火药库一样 不然如果刚讲 从1840年代以来 这些书都已经 慢慢的都出现了 而且印出来 很多重要藏书家 家里都有一本 人们居然没有这个感觉 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这个思想 虽然的powerful idea 可是跟整个时代 还要配合在一起 火柴跟火药库配合在一起来看 才能了解它的真正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晚清的这个思想里面 批判传统 批判军权的这个 非常厉害 这个也在清朝最后的十几二十年 已经出现 我们所列的第一本书 谭志同的人学里面 人学序里面讲 我要提倡一种 充决网罗之学 充决网罗之学 这个充决网罗 就这个世纪啊 这个世界啊 好像被这个蜘蛛书 整个盖住了 整个缠住了 不能动弹不得 我要充决这些蜘蛛书 这些蜘蛛书包括什么呢 包括家庭 包括政府 包括君王 包括国家 包括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束缚 通通要把它充决 要充决网罗 此后呢 充决网罗是 可是你看清朝最后 清朝最后 尤其十年 1900到1911年 这一段时间的 各式各样的小册子 影响一个时代最大变动的 不是我们这些论文 是小册子 是小册子 应该要把晚清那些小册子 全部编起来 那个才能了解 那一个时代的power of idea 那些论文没有人要看 论文不会影响时代 论文不会影响时代 小册子 像这种小册子 到处就充决 出现谭志同这句 充决网罗 我要充决这些东西 因为充决军权这网罗 2000年来接秦正眼 2000年皇帝都是相怨 都是大道 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 在谭志同人学里面 你看那个时代人 读这样一本书 产生了影响 对这个 而且他里面 这个人学的下半卷里面 有很多根本就是针对的 这个清王朝里面的话 在批判 满清的王朝 所以这个书 人学因为作者 谭志同一般都认为 他是立宪派 很少人 其实大部分都 也可能大部分都知道 其实他里面的书 对后来的反满 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反满的影响里面 还有几个重要人物 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列了张太元的求书 我在里面列 这个 明报跟新明重报的 这个 对不起 那么我就 的这个 这个斗争 里面呢 很重要都是这个 当时推动反满思潮 非常重要的书 这个张太元的求书呢 这个求者 急也 紧急的意思 我这个二三十年前 第一次在写这个张太元这本书的时候 我指导教授跟我讲 他说我不能指导你 他说因为他那本书啊 九元书到底怎么念 我都不会念 我说九元书 九元者 求也 紧急的意思 紧急 他说我连九元书都不会念了 我不能指导你这个论文 因为 他说张太元文章太古 太古了 我没办法标点 我没办法知道 他说你自己弄吧 所以他就容我自己弄 求书 紧急的书 紧急 为什么紧急 因为一切都不行了 一切都不行 在不把各个政权推翻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所有 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求书里面 也是充满这个 清末在新海革命里面 还有几支重要的思潮 当然是民主共和的思潮 共和从在18世纪的西方 是最流行理论 可是有一句名言说 谁也说不清楚共和是什么 在18世纪 但大家都知道 跟军权相反对的东西 通通把它塞进共和 这个乾坤袋里面就是了 所以呢 老实讲 到现在你要怎么样 非常清楚地定义共和 字典里面可以给你一个 可是晚清人对共和的想法 绝对不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很清楚的 倾向于代议议会的 立宪的这些东西 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共和的思想 这里面有很大事反对当时的军权 所以共和跟民主宪政的想法 议会的想法 也是其中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思想力量 另外一股是社会主义 有一本很多人读的书 是由一位叫Martin Bernard教授 写1906年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 这一本书呢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在1906年之前 中国的知识分子 尤其在日本的知识分子 因为它里面举的刊物 大部分其实大部分都在日本 并不能拿来说 完全说当时的中国 因为当时留学生的刊物 包括新民重报 包括这个民报等等 都是以东京为这个 或是以日本的哪里为总部的 中国内地有很多人 虽然偷偷的读到它 也有人偷偷的翻译 当时上海有一位 外号叫野鸡大王的人 就是专门在兜售这些革命刊物的人 可是读的人毕竟还是有限 所以里面主要代表 当时东京的留学生 当时的这些刊物里面 社会主义思想已经非常兴盛 马克思的想法 国民党里面最左的之一 诸直信 根本想法里面 都是跟马克思接近的东西 所以从1906年之后 民报里面其实有很多文章 你再随便去翻一翻 很多其实都是在鼓吹社会主义想 这个给1911年建立的中华民国 一个政治的想象 虽然不能利 可是平均递钱 其实就是这个想法了 孙中山的平均递钱 基本上就是反映了1906年以后 民报里面的这个 另外还有一股重要的力量 后来随着革命成功 以后慢慢消失 无政府主义 我也曾经写过一两篇 关于晚清的无政府主义 跟日本的无政府主义 互相激荡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我忘了谁说过 他说事实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党人 很多人最早的想法是 将来最理想不是共产主义世界 是无政府主义世界 但先到共产主义世界 好来达到无政府主义的境界 你看周恩来 周恩来有一首诗 我忘了 许建宇写的周恩来传 把他引在最前面那一首诗 那个想法整个都是无政府主义诗的 那我想包括毛泽东早期也有一段时间 包括还要许许多多人 所以这个上个世纪末 在本世纪初 在东亚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的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那么在当时的革命 也产生一个很大影响 产生什么影响呢 全部破坏 全部破坏 全部政府都不要 钱也不要 警察也不要 军队全部都不要 那满清政府当然就不要了 所以呢 有很多是歪打正着 有很多是直接的针对 当然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思想 我不能一一在这里讲书 包括社会契约论 我这里面列的 刘思培的《迷约》 讲《迷约》这个 这个 意解 这个是当时讲这个 社会契约论的 那么我这里列的 金天阁的女戒宗 这是讲当时女权论的 那么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书 每一本书都代表这个想法 我后来想想孙中山用书名号 不太对 因为孙中山这时候 三民主义还没写 孙中山民主义是到 19 民国成立以后 1920年代吧 才开始 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完 我想这个大家比我还清楚 也没有写完 你看三民主义的演讲 最后是没有完的口气 没有完的口气 陈九明就叛变了 那稿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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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掉了等等 而且你可以看三民主义的 整个演讲的过程 现在列出来是十一讲 我们因为当年做学生的时候 都非常讨厌要考三民主义 所以我们居然忘了 要好好仔细读 这一部重要的这个近代思想 我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书架里面 居然有本三民主义 大吃一惊 可是后来我想想 我完全错了 因为这也是近代非常重要的一部 这个里程碑的一个文献 至少孙中山提出一个 整套的一个想法 以一个本土的 不管是他从哪里去吸收的 提出一个整套的想法 虽然来不及 把全部讲完 那我为什么说 这时候不应该用书名号呢 因为这个时候 在辛亥革命之前 孙中山只是在民报里面 的演讲 有提到这个 三民主义 提到三民主义的想法 他并没有系统的写下来 并没有系统 是在民报里面 孙中山本人 纸笔的文章 很少 但是有他很多演讲稿 很多人传述他的想法 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 还不能用书名号 但是呢 三民主义这个想法 在当时已经开始在影响 很开影响 尤其是以民族主义的影响最大 但是到民国成立以后 民生主义 尤其是里面的 社会主义的层面 社会主义的层面 那么 其实产生的影响 也非常非常之大 三民主义里面 当然说 当然有很多地方 这各位 如果考过大学 人考可能比我还清楚 不过各位读的三民主义 大部分都是别人改编的 都不是孙中山原来的 他里面当然对 极端的社会主义 有很多的反对 反对 他里面三民主义里面有一句 我还记依稀记的话 你不能为了穿毛衣 天天祈祷老天 你为什么不下雪 只是为了让我有机会 穿这件毛衣 展现这件毛衣的漂亮 所以你不能为了一个理论 要整个社会 改变全部去附和他 不能为了要穿一件皮大衣 希望广东每天下雪 不可以这样 孙中山里面有一些类似的话 所以他既吸收了 社会主义中这某些成分 可是他对里面极端的 带有比较强烈的改变的 极端主义的社会主义 他其实还是有批判 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 就我刚讲那句话 你不能为了穿皮大衣 要求广州的天气要变成下雪 你不能为了要复应 要实现一种政治理论 要改变整个国家来复应他 所以他里面有社会主义的色彩 可是也有他自己的判断 跟他的保留 那么这样子大体的想法 事实上在民报里面 已经多少 透过他演讲 其他文章已经多少 讨论了 这些想法呢 我当然还可以讲很多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产生很大的影响 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要讲到二 因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赶快把这些讲一讲 对不起 因为我一向控制的时间不好 对不起 那么我是觉得 列宁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列宁说 革命有两个条件 老百姓认为 这一套行不通了 可是还要统治者 也发现行不通 清朝后期 其实老百姓发现行不通 清朝统治者也发现行不通 里面的开明派也发现行不通 所以那个情形跟 Tocqueville写的 就是对于法国大革命 有一点点像 Tocqueville里面就在问 为什么贵族们会自掘坟墓 做成了很多 后来有利于法国大革命的 这个改变改革 其实清朝后期 包括建立一个新式军队 这不就等于现代军队的吗 包括建立这个大清新刑律 这个模仿的都是西方的刑法 虽然当时只是以草案的方式来 这个 还有包括许许多多这类事情 建立新的部会等等 很多其实都已经跟西方的 这个现代的国家在学习 虽然壳子还是在一个 防权下面 所以呢 它事实上有很多的改变 就是刚刚我讲的列宁引的那一段话 老百姓认为这个方式行不通了 统治者也发现行不通的时候 这时候才为革命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如果只有老百姓行不通 上面人认为非常好 好得很 不必什么都不用变的时候 这时候可能还要花点力气 拉锯一下 可能要流很多血 不是说各省宣布独立就 心爱革命成功 可能就不是 是两个都发现不太对了 所以事实上有很多后来促成 心爱革命 来自于心爱革命以后 思想政治革命 重大变动的东西 事实上心爱革命之前 也已经看到它的影子了 其中包括像废科举 我觉得最后一个例子 废科举是1905年 废科举之后 使得很多原来被科举公民 圈住的人 他可以从此行为 形成我刚刚讲的 自由流动的自然 Free floating resources 形成康有为在 戊戌政变里面讲 无官手无公民 完全漂流在这个政府的 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外的人 他可以去找各式各样的方式 包括以推翻满清来作为 他的这个新的晋升之介 新的这个社会精英的这个想法 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一流的学者 研究化学研究物理 他可以不必去读四书五经 这些东西事实上在清朝革命之前 都已经发生了 都已经发生 都已经在自己把自己的根拘绝了 所以印证了列宁那句话 上面也觉得行不通 行不通 下面当然觉得行不通 上面也觉得行不通 两股力量凑在一起 革命才有可能 我觉得清朝晚清最后的十年 充分印证了刚才我讲 引了这个列宁的这个观察 所以很多后来 辛亥革命之后的 包括思想包括制度 事实上在清朝最后几年 已经开始在变了 已经开始在变了 好我应该赶快进到第二个 第二制度与思想 事实上我对第二我已经刚才讲过一些了 辛亥革命以后呢 有四个东西呢 使得这个 这个 旧的传统文化 旧的思想 失去它的依靠 一个当然就是 科举制度完全 此后就不会再出现 各位知道 废科举之后 很多人是买双重保险的 一方面读新学堂 一方面晚上还在准备科举 因为 在1905废掉之前 曾经有一次动荡 宣称要废了 又没有废 所以呢 这使得很多人产生买双重保险的心理 各位知道 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买双重保险的想法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因素 我们都以为历史只有一个单元的这个 可是忽略它事实上是摆当的 所以很多人是要同时投资两注的 台湾用这个多元入学 都这个一缸多本之后 每一个考生都要把每一本都读过 因为他要把保险买住了 所以废科举之前因为有过一两次动荡 这讲起来非常复杂 我就不在这里细讲 所以很多人认为他可能还会回来 可是呢 辛亥革命是你发现他永远不会回来 那些以前之前 白天要上学堂 晚上要在私塾里面补习 因为哪一天再重新考八股文的那些人 从此完全死心了 从此完全死心 从此进入蒋梦寧 西朝里面讲 蒋梦寧西朝里面有一栋 说我小时候准备八股的时候 那些准备的成绩最好的 后来最落魄 原话不是这样 但是用我的话讲就是 准备的最好的 老师认为他将来会有最大成就的 民国以后最落魄 反倒是我这个三流的 写八股文 写不成的 后来飞黄腾达 为什么 辛亥革命 废科举辛亥革命 旧的那一套不会再回来 八股文没有市场 四十五经不用再考了 所以为什么还要来读四十五经 所以这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个制度影响非常大的 1900费科举 现在革命成功以后 彻底把这个科举 彻底把新的学校制度 搬到全国制度以后 人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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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家等等 成为各种专家 成为军人 做将军 成为各式各样 人们来成为 这个社会精英的方式 渠道整个变 这个是革命的 非常利己的影响 所以胡适在很多地方讲 如果没有废科局 白话运动不会起来的 白话运动起来也不会成功 中国用白话 已经用了很久的时间 可是不会形成所谓国语 形成全国待用 到我们今天都要用白话 不会有的 因为八股文就会把你 整个人通通圈住 把所有人通通吸引到他里面去 事实上各位仔细想一想 这是题外话 八股每年所取 科局每年所取的人 是很有限的 树木是很有限 尤其到了近世是很有限的 每三年一次的科局 所取的人是很有限的 可是靠这有限人 他就像钓鱼一样 使得全国人都要跟着那个鱼儿看 那个影响就无限了 因为大家就看着 那个小小的近视 那个小小的名额 几十万人都要逃着他看 所以虽然只吃到了鱼儿的人 只有两三百人 或是三四百人 可全国人都在看着他 所以全国人都要受这个四十五经的束缚 可冲子又不用了 所以胡适说 没有科局 我们到今天还是在考八国人的时代 没有辛亥革命 许许多多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特别提到 另外辛亥革命以后 成功以后 民国政府在很快的 事实上在南京政府只有九十天左右 可是在第一个月的时候 就用他的政府的力量 颁布了几十道 三十几道 符合现代的这个 这个 除旧不新的文告 而且公布了许多 符合当时西方潮流的这个政策 使得原来是晚清 是拿来当做宣传的 拿来当做抱屁股 民意论坛的文章 现在变成政策了 而且要推行全国 我刚刚讲过了 我事实上忘了讲一点 我们现在回头看辛亥革命 往往忽略了 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选集 很多刊物 很多这个读本 事实上是把整个时间 浓缩在一起的 他事实上 而且忽略了 他可能只是当时日本的一群人 而没有在当时全国 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有很多情境导致的谬误 各位如果像我一样 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 十论选集 以为每一件事情就像 这个窗户连着那个窗户 那个窗户连着那个窗户 可你如果再把它回到当时的情境 一切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 每一件事情跟下一件事情 不一定有必来联系 而且时间差 地域差 各种差别 事实上是很大很大 所以你就不会注意到 我刚讲那句话 用政策把原来只是思想上的宣传 透过文告 透过政策 把它落实为全国要用的东西 全国要用的 这个 山西有一个 这个 非常痛恨辛亥革命文人 在他的有名 现在这部日记 比他这个其他著作都有名了 退享才日记里面讲 辛亥革命之后呢 新的都学来了 在学堂里面 把四十五经全部收起来 全部收起来 读教科书 从此以后四十五经 就没有市场了 他是用国家的力量 用国家的力量 在晚清 孩子是有人在提说 这八股考试非常差 这四十五经要不得 不合现代生活 可到民国辛亥革命之后 是用政府的力量 用政策力量 你全部给我四十五经收起来 改读教科书 这是用政府的力量 化为政策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伯温卫在辛亥革命成功 在安徽 下令要把所有庙的 把庙的佛像都要丢出去门外 是请警察厅厅长去执行 这是用政府的力量执行 跟孙中正在清朝末年 自己去跟陆浩东等人 去把佛像拿出去丢掉 是不一样的 那是偷偷的 现在是政策的 是由政府来规定他的力量 由都学 由警察厅厅长来执行 所以这是一个革命 所造成的重大的思想 虚俗文化的一个影响 周作人在他的资堂回响 如你们讲 他说辛亥革命以后 有两件事情是不可以小看 一个是从此宣布 不必再拜孔子了 从此中小学不必再读经书了 他说这两件事情 是绝对不可以小看的 我觉得这句话 讲得非常恰当 随着辛亥革命以后 新的学术学制颁颁布之后 不必再拜孔子 小学生不必初一十五拜孔子 当然也不再祭天 祭天是后来袁世凯 后来又会不会祭天 也不必祭天 不必拜孔子 中小学不必读经书 北京大学经科改成文科 从此以后 整个传统文化的凭借 就在这个制度下面 就顿失所依了 而且是以制度力量向全国推行 这个跟晚清的时候 林林新生作为一种宣传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革命政治 所造成的重大思想的倾向的改变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推想在日记里面又说 朝野人民皆为上纪无君 这五等皆可横行 皇帝都不在了 那我们可以随便来了 这句话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王权是所有东西最后最大的patron 总赞助者 endorse许许多多的事情 法律规定的 谁会去查法律 人们都是按照平时的风俗习惯 相言承徐的这些 impriced的这些 在日常在运作 这里面最后都假设有一个最后 上面有天 在人间有皇帝 他在endorse这些事情 所以呢 朝远人们都说 既然皇帝都不见了 所以呢 五等皆可横行 那么这句话呢 我觉得也说明了 我刚讲了 Universal Kinship变了以后 所产生的重大变化 因此就要进入我的第三 宇宙论跟伦理秩序的崩溃 各位看到这个一定会想到 中央研究院 另外非常杰出的院士 林玉生院士 他在二三十年前 可能还更早 就写过一篇文章讲 我觉得他对辛亥革命的解释 到现在我觉得还是非常 他认为辛亥革命 使得宇宙论的 跟伦理秩序的 道德政治 这些原来绑在一起的东西 散开了 从他们绑在一起的地方散开 像一个木桶 不是说消失了 散开了 从他的接损的地方散开了 以前你看人家枯一个木桶 把他哭起来 现在桶散开了 崩装水了 我觉得这个观察还是非常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林玉生这篇文章 我一下忘了他的这个标题 我想各位可以很容易看出来 那么我觉得 尤其你如果上回去到这个先秦 尤其回到汉代以后的政治思想 刚刚像我讲的白虎通 各位一定有很多人熟读过白虎通 白虎通里面你如果按照那个宇宙秩序 连飞鸟走兽都应该是在 kinship的这个直接或间接的载质范围里面 所有动物的名字都有原因的 飞禽走兽的禽为什么叫禽 因为可以守到禽来的意思 每一个因都可以变成有意义的一个道德的解释 整个宇宙可以变成个无所不在的名教系统 组织的非常非常完善 而在地上的这个中心就是皇帝 这个要比先秦的皇帝制度出现的时候 对皇帝的这个想象要广得多 广得多 我的记忆或许有一点出入 但是这个架构应该是不会太大 这个比春秋繁路还要严重 春秋繁路从一开始 立元神等等等等 他有整套的一个系统 可是没有像白虎通这样名教化 这样彻底 而且这样的东西里面 这样牵一法动前身 就是用林玉生先生的话就这样的 这些东西都扯在一起了 都绑在一起了 可是呢皇帝没有了 现在革命成功了 两千多年的皇权没有以后 他是从水桶 枯水桶散开了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 日本有一位经年中国行政法的 我常常把他这本书当作 我的学生上课要读的第一本书 为什么因为了解清朝行政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这本书叫知田万的清国行政法范论 在座一定有很多人读过这个书 这个书的想版有好多册 但是我都要他们读其中一册 就是有一册版 他里面有一段话 儒教所尊之七经 用儒教所尊之七经来观察天子的植物的时候 天子不仅是政治的中心 也是道德及宗教的中心 其在政治上的地位 虽是主权者 但是在道德及宗教上的地位是大教师 董仲书春秋繁路里面有所谓神人大巫 当然我不敢说那个就在指这个统治者 不过呢 大教师 我不敢说 孔志正那个就是 那个谁 春秋繁路里面是在讲 一方面以治国安民为奉饰神明的要道 一方面既是神子 及教导道德为统率国民之要义 如此一直维持到清代 所以在清代的时候 当这个王权没有了 当这个皇帝消失了 这个所有 之前万在清国行政法范论的这一个观察 不约而同的这个观察 里面所讲的 这个包含一切 不是包含一切 是贯穿一切 他不真正拥有这种 但是他是他们之间的灵魂的沟通 这整个的 那么就散掉了 所以皇帝呢 道之大元出于天 天在地上的代表 他的消失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尤其我刚刚讲过 这是两千多年 但是呢 这道 他的这个消失 像一面墙倒了 不表示原来旧的事物都消灭了 而是所有新旧的事物 新的旧的全部冲过去 全部冲过去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没办法解释 民国成立以后 事实上新旧东西一直在起伏 一直在起伏 可是呢 一旦调子定了 中华民国是自由民主制共和国 一旦调子定了 你就后来发现 很难再回到旧的专制时代 旧的皇权 事实上此后不断的有人说 以前的时代比较好 我们应该回到军主制 可是你如果细看复辟时代 张勋复辟的时候 所有相关文献 连军阀都反对 连军阀的 他帽子已经戴上去了 拿不下来了 韦伯在基督心价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最后那一段讲了 铁龙已经造上去了 资本主义像铁龙一样 已经把你造上去了 你就不可能轻轻的再把它移开了 所以 所以呢 它是一道墙 这道墙垮了 垮了不是说从此旧的 专制的皇权东西都消失了 没有 但是呢 他跟新的旧的 全部冲过去了 以前新的是被当做大逆不道 晚清宣传这些东西 在当时的体制下 是大逆不道 可现在呢 他跟原来最正统的东西一起 都冲过墙 成为可以被感受到 而且可以慢慢成为领导性的思维 我上次在讲这个时候 就引用一位 法国有一个 现在好像很流行的 红石叶写的文章 里面提到的 感知的regime 那个是我永远念不好 感知的regime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可能在座有人可以译得很好 就有些东西啊 在一个时代才会被感知 在很多时代 它只是边缘 或是它就是人们视而不觉 这些呢 除了之间 大家都可以被感觉到 而且成为 由大逆不道 变成是最正派的 原来最正派的 突然变成大逆不道了 梁树明的爸爸梁继川 在史前写了很多遗嘱 喊他写遗嘱 其中有一段话说 以前中军爱国 民国又变成说 奴性不改 人们指责那些中军爱国人说 奴性不改 以前的那些叛徒 人人成为革命英雄 这就是革命 革命使得不是说消失的 消灭了那些 那些不相容的东西 是他们都过去 都被感受到 而且他们之间的价值 重新排 重新排 原来在边缘 原来大逆不道了 成为正统的 原来最中间的 最具领导位 四十五经 都学突然来跟你说 不要再念了 要改念教科书了 原来被认为 价值最高的 忠肝义胆 变成是奴性不改 等等 这是一个翻转 这是一个大的变化 这是一个大的变化 如果没有这个变化的话 那么许许多多的事情 都不会发生 日本就是因为没有这个 像1911年这样的革命 所以后来日本的思想 走向发展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革命呢 救了王权消失以后 王权相关的很多机构 都没有 都消失了 这些机构有很多是带有 思想跟其他意义的 也随着消失的 尤其是这个革命使得 我引用有一位脱派 叫郑超林的回忆录 里面有一段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讲辛亥革命 到武士运动 到北 到这个 绅士大换班 地方上的绅士 开始换班了 换人当 绅士换人当 而这个绅士大换班 对地方上的思想 是很大影响 各位如果仔细想想看 清末在湖南的 食物学堂 现在脾西瑞日记 都印出来了 可惜脾西瑞的 这个书法写得太吵了 我想没有相当的 这个书法的素养 大家看不懂他日记 里面你可以看看 脾西瑞日记 当时就是湖南 食物学堂 湖南在新政改革的时候 募集了很多资料 你看看阻碍当时新政思想 都是地方上的绅士 辛亥革命 科技制度废辞 加上辛亥革命 地方绅士大换班 绅士换人当 换成新派人物 成为地方上精英的时候 原来阻碍旧思想的人 阻碍新思想的人 很多就退到旁边去了 退到旁边去了 再回到这个 我刚刚引的那本 李六如的六十年来的变迁 里面有一段说 男主角呢 参加辛亥革命成功以后 原来压迫他的叔叔还是伯伯 也要到家家来送几尺步 为什么 你已经成为新的精英了 你已经成为新的精英了 原来精英是我们 原来绅士是我们 是我们 因为他爸爸早死 男主角的爸爸 季交述的爸爸早死 所以被他这个伯父 还是疏忽 压迫的 压迫的 他母亲死前最后遗言 这个世界太不平了 到哪里都不平 所以宋述就要称宋平子 平 就晚清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不平 人们在整个社会里面 这个社会已经不平 到哪里都不平 政府也没办法维持地方上的 这个秩序 使得不平的事情 在到处都发生 而且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人敢出来干预 用刘石培讲了 晚清是地方官无权 没有权力 也不敢有权 所以不平 可是呢 所以他被他这个叔叔 非常欺压 非常厉害 等待新的革命一成功 马上来家里送几尺步 而且马上嘘寒问暖 动子就来一下 为什么 绅士大换班 绅士大换班 不管你喜不喜欢 绅士班已经换了 换了原来那些支持的 只有思想的人 退到一边去 换另外一批人 换另外一批革命伟人 有一本书 民国初年有一本书 开玩笑了 所以辛亥革命以后 伟人多 你看辛亥革命 很多人都 公伟人家都说 称革命伟人 所以辛亥革命之后 伟人多 袁世凯 时代 特务多 侦探多 到处要侦探 你是不是要反袁世凯 然后还有后来一个时代 什么多 三多 可是辛亥革命以后 我记得 伟人多 伟人多 人人都成革命伟人 所谓伟人的意思就是 前几天 前几天还只是拎着一把枪的 后来就变成什么什么什么 那才叫伟人 所以他绅士换班 绅士换有拿枪的人做 到了北伐以后 绅士换谁做 绅士换奉行主义的人做 有党籍的人做 这个 叶胜涛有一本小说叫什么 尼幻之 尼幻之到最后 每个人都要弄一张 像卡片一样 合色的东西 什么东西 党政 中国国民党党政 有这张党政 变成地方上的新的绅士 所以绅士大换班 绅士大换班 使得这地方上维持思想 封教等等的人 换了一批人 所以 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我想我再花十分钟 对不起 我花十分钟 所以我在第四里面讲 新爱革命是个转测器 是一个转测器 为什么说转 韦伯在一篇文章里面讲 转测器 就是火车在跑的时候 铁轨一拉 火车就往 本来要往北跑 就往南跑 新爱革命是个转测器 是一个转测器 火车还是一样在跑 可是它跑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新爱革命呢 不是消失的 原来旧 完全消失旧的事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不会有再来的复辟 还有我刚刚在最后一条列了 那么多条目 你看到1913 1914里面 新旧都一直反复 一直反复 一下旧的要回来 各种谣言的出现 一下说新的要回来了 一下旧的要回来 它没有改变 但是呢 它是一个转测器 它这一转以后呢 火车就不再往回来 就离开了 它是个转测器 它使得原来 我刚刚讲过 原来是最核心的 慢慢慢慢变成边缘 原来在清朝末年 只是东京的一些 留学生所宣传的东西 变成全国的制度 而且要推行下去 原来这个只是一些 文人脑袋里面 所思考的东西 现在变成是日常生活里面 要实行的 而且是要落实为 规定跟政策的 所以它是一个转测器 它是一个转测器 使得新一套的思想 新一套价值 从此呢 被定位在最核心 最主流位置 其他那些没有消失 其他那些呢 就到边缘里面去 而用制度的保护 使得这些原来在晚清 是大逆不道的想法 现在成为是立国的根基 这个才是它最重要的一个 其他呢 其他在旁边去喘着 到民国十几年 还有人到天津去 朝建溥仪 跪下来叫皇帝的 所以它永远会在的 因为这感觉 用鲁迅的话来讲 这感觉太好了 叫皇帝的感觉 实在太好了 所以一直还是有人 迷恋着皇帝 觉得能在皇帝面前 叩头是非常满足的事情 非常满足 所以并不是这些人都消失了 但是这个转测器 转过去了 它已经成为边缘了 晚清那些大逆不道的想法 已经成为核心了 而且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 胡适呢 在这个 辛亥革命那一年 他人正好在美国念书 那么胡适其实写过很多 关于辛亥革命的英文文章 可是以前大家都注意 胡适的中文文章 很少去看他英文文章 事实上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 大部分留学生 都是反对辛亥革命的 尤其是学理工科的人 大部分都是反对的 稍稍赞成 还都是学文科的比较多 胡适事实里面 很少数赞成辛亥革命 而且很快就看出他的意义 到后来袁世凯起来的时候 事实上美国有很多 后来其实也是 民国时期很重要了 包括曹云祥 清华大学校长等等 当时都是支持袁世凯的 都是认为 中国要有实力人物 不然会大乱 而且早期的很多 其实都是支持清朝的政府 胡适事实里面 反而是比较特别 他观察 他有一篇讲 辛亥革命的文章 英文文章 连皇帝都要走了 有什么事情可以再 当然的被视为是神圣的 所有东西 你要想他是神圣之前 都要拿出来颠一颠 才再放下去 看看他是不是神圣的 我认为这就是胡适 引用尼采所讲的 重估一切价值 胡适并没有要打 打到一些旧的东西 没有 他认为要重估 重估 我认为有一个很早的源头 很早的源头 用他英文文章讲 连皇帝都走了 两千多年皇帝都走了 从此有什么东西 可以视为当然 视为神圣 不经过评估 可以视为当然 这种改变是无孔不入的 是非常非常是大的 我认为 这个辛亥革命 还在学术上 本来这个应该还要多讲一点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学术上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只举一个 现在革命以后流行是国粹主义 是国学 晚清的包括像国粹学报 包括像民报 包括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刊物 那时候很多留学生 各省留学生办一个刊物 浙江办浙江朝 湖北办湖北学生界 云南办 云南的留学生办云南 河南的学生办河南 鲁迅最早很多文章都在河南上面登的 各省的很多学生都办了 各省的在日本留学生的刊物 你会看刘东万史那一部小说里面 写了很多这一类的 有很多反应在 各省办 这些刊物里面 这些刊物里面还有一个重要主题 就是讨论国学跟军学的差别 军就是皇帝 我觉得这个国学跟军学讨论 尤其在国粹学报里面 国学跟军学讨论 彻底重整了中国人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学术 尤其在涉及在凡是跟传统有关的学问里面 彻底的 他们等于是要到处要去寻找 哪里的学 中国古代的什么学说 隐含有支持专制 跟钢厂名教 不合理的钢厂名教动识 而一律认为他那个不是国学 国学这个名词从来没有人定义的清楚 因为他不断在变 谁人在变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找到一个东西来排除一些 我认为不是国学的东西 而这不是国学重新来定义国学 就是重新定义我们这个传统 中国这个古代这个古往今来学术传统 哪些是好的哪些不好 考证学家才是好的 李光帝这些是不好的 演员理工这是好的 某某某是不好的 从此以后其实一个系谱整个重整 这个其实一直影响到今天 我们读了近三百年学术史里面 所读那些人物在清朝都不是 清朝的如临传里面 软元所修的这个如临传里面 的里面所列如临传的人 三分之后我们现在人都不看他的东西 只有三分之一我们还在看 为什么 那是那个时代定出来的 经过清末了这个革命的大辩论 革清末这革命的这个提倡的所谓国粹跟国学 以跟专制君主的君学相对抗之后 学术其实已经大翻修了 整个大翻修了 对传统学问里面涉及政治的 尤其涉及专注政治的 整个重新做了一次洗脑跟这个清洗跟冲整 所以这个对后来学术的影响不再小 不再小 不再小 这我只说一点 然后我很快就要到第六 第六完以后我就想把它结束了 第六就是国体的问题跟新文化运动 在座可能有人会读过我一篇文章 就是讲武士运动跟思潮跟社会条件 里面我其实引了很少 但是在那个做那篇论文的过程之中 我深切感觉到 心爱革命 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其实对后来影响很大 从此以后 连曹坤都得用汇选 曹坤并没有说我用一支军队把你们全部抓起来 没有要汇选要买的 从此包括袁世凯 包括毛泽东 包括蒋介石 都不敢说我不用选 这个就不得了 连曹坤都得用买的 这就回不去了 我刚刚已经讲过 复辟时代很多文献都告诉你 很多军阀都反对你回到原来基础史 所以这个帽子已经定了 可是这个帽子定了以后呢 很多人就认为发现 尤其是张勋的复辟时代 很多人觉得 他的文化没有变 他挂的是一个假的招牌 他挂的是一个假的招牌 名为民主共和 其实文化跟思想都还是君主时代的 所以胡适才会说 要替共和民主国家创造一个文化 艺术文学的基础 文学跟文化的基础 意思就像这样 就人们认为在这样国体之下 思想文化要有一个相应的变化 不然的话 永远会有张勋来复辟 所以呢 新文化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源头 事实上是来自于新的革命 所定下的这个国体 人们认为太不相应了 明实不符 所以这个呢 是第六 此后呢 你们自己参看 最后我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要引一段话 鲁迅的这个 RQ正传里面讲 鲁迅好像在讲 新的革命以后一切造就 没什么变化 他说卫庄 里面的那个地方叫卫庄 卫庄都没有变了 民国图具形式 卫庄都没有变了 那我要拿一段话来解释 就是说表面上开始有没有变 可是很多东西就变了 因为你连总统都要用会选 人们心里虽然都不想这个东西 可他口头上还要讲民主自由 民主宪政 袁世凯讲了 袁世凯宣誓讲 本人要维护民主 共和宪政 他即使是可以乱做 可是他还要这样讲 所以他表面上没有变 可他实质上变了 所以RQ正传里面的卫庄 表面上没有变 但他内在的东西已经变了 谢谢 好 感谢 王源氏这个非常丰富的 非常有意思的讲演 你不要说 打算大家有好几个问题 我们可能就15分钟 所以问题要短 而且快点 王先生您好 好久没见了 好久不见 对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就刚才您的演讲 都是强调了 亲爱革命的变革 这个方面 可是我听您的演讲 所提出的那些的资料 根据您的资料 我觉得 是不是也应该注意到 它的持续 那个方面 因为刚才你说 比如说 那个在八十天 那个新政府里面 新的法令 经由国家通过 读学的那个推动 警卫厅的执行 那么这个法令是改了 内容是改了 可是不变的 就是那个军 政教合一 来推动那个事情 这么一个结构 是没有变的 另外 从前 你刚刚你举的那个例子 比如说 从前的忠君爱国 后来就变成 那个卢性不改 那么在新的标准下面 人民的高价地位 当然是大换班 好像您说的大换班 可是那个班是换了 倒是这个换班的 那个上与下 中心与边缘 那个结构 却没有变 那么所以我就觉得 是不是我们 强调那个变革 的时候 可能我们只是注意到 它的那个内容 却没有遇到 它更重要的 那个结构 上面那个持续 那么这个持续 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应该 注意了 当然 谢谢 谢谢 因为 对这个当然是毫无问题 但因为持续一般比较 注意的多了 所以我也只能讲 这一面 科举到现在 我认为台湾还在科举制度的 这个移运之下 所有人对考试的这个 其实台大毕业出来 也找不到事做 可是呢 那个公民的想法 那个旧公民 那个想法 连我都根除不掉 我已经是完全 我已经是完全这个 99% 在我意志里面都说服我 不要在乎小朋友 考高中的这个 跟考初中的结果 可是我还在那个科举的 公民之下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 这个 陈龙开教授讲了 是完全对 也可以从另外一面来 做这篇文章 不过我要强调就是说 两点 一点就是过去人们 讲辛亥比较少 去从思想上去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 一次只能讲一个重点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但是呢 没有变的那个 也换一种形状出现 这个当然是一个 更难做的题目 就是他如何 他有期待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讲 只是抢倒了 大家都冲过去 冲过去以后的命运 用什么方式 用史宾格勒 在西方默奥里面讲 微型 假的型 他史宾格勒 在这是我高中的时候 我高一的时候 读很喜欢的一本书 现在当然几十年 我没有再读过 后来发现 这本书是很多 在那个时代 也不是人们当做非常 可是在我 幼小的心灵里面 觉得这本书 讲了很多这个 里面讲到这个 他好像讲矿物质的 这个 他外面的形状是假的 里面根本东西都换掉了 所以 您刚刚提到 那个外面的形式 结构 跟那个内容 这种微妙的 哪些持续下来 哪些变掉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当然是更难研究的 但是呢 相对之前 你不能说 他其实整个变了 而且最重要是 那顶帽子 你戴上去 有些卖帽子戴上去 摘得掉 可这顶帽子 居然没有摘不掉 这个其实也很值得研究 很多世界各国的革命 帽子戴上 没多久 又丢了 可这顶帽子 居然在1911年 放上去以后 尤其是复辟时期 我看很多当事人的 记载文献 连那天我认为 他应该支持 恢复到金主制度 都反对 都反对 这个就非常值得玩味 我觉得这个呢 使你形成了一个 笼罩性 这笼罩性使得你 不管是不是真的相信 你表面上 表面上 你还得要 买他的账 1999年还是哪一年 我在中文大学 课做半年 跟一位大陆来的学者 很聪明的一位学者在谈 他告诉我 他今天有一件事情 就是报纸写啊 在中国大陆 哪里的乡下呢 要选一个什么干部呢 买票 报纸痛斥这件事情 但是他以喜悦的心情 告诉我 成了 为什么 这一票居然有人要买 这一票居然有人买 改变了 他已经改变了 改变了 以前人们根本认为 就票不应该投 或是等等 但是现在居然有人要买这一票 选一个村的干部 成了 表示他已经 完全另一个思维 好 谢谢 我这个 谢谢龙开兄 还有张老师 我想这个刚才 来讲到 究竟讲 辛亥革命是要强调 它的改变呢 还是保存 我想这个都是相对而言 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讲 我想起 云时先生 因为大家谈五四的时候 以前谈改变是很多的 可于先生就专门写了一篇 五四跟以前的传统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我觉得我今天听你讲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当然时间的关系 不可能讲得很细 但有一点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你说中国当时的情形 辛亥革命 跟比如说日本的民族卫星 还有跟英国 或者欧洲的国家的 这个法国革命也好 英国革命也好 的情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一个东西 这个比早当中呢 可以看到出来 辛亥革命当时的特殊环境 和它的特别的性质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日本 可以有天皇保存下来 民族卫星 其实是把天皇推上去的 民族以前反而没有天皇 这个中国的辛亥革命 反而是把皇帝要完全 不可能有君主离宪 可是英国就有君主离宪 其实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君主 其实是现代的国家 所以这个我觉得反而非常有意思 不过可惜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讲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 能够讲辛亥革命一个特点 尤其放到一个 比较的环境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其实 我这个随便再讲几句 你看我这个 美国的革命 其实我 我这个讲稿里面有 我从那个美国 研究美国革命的思想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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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本书里面 这个 美国的革命啊 有很多后来思想现象 跟这里面列的 就第二月列的很像 可是有 还有 也有非常不像的地方 美国革命之后 要回到罗马时代的理想 所以华盛顿要回去做农田 古罗马那些将领很多都退下来以后 要回去庄园里面耕田 这个华盛顿在哪一个地方讲 这都是我忘了在哪里看到 这都是当时流行的 要以古罗马的那种共和思想 作为他的模范以后 所以当时人们都理想上 这些掌权的丸丢下来以后 应该回去庄园里面 这是古罗马留下来的 可是中国当时虽然形成共和制度 并没有以一个西方的一个什么国家 作为码头 只有抽象的理想 这一点也是我觉得不太一样 你看像美国在大革命之后 可以很清楚的 有一段时间是要以罗马的样板 作为跳脱现在的方式的一种根据 就马克思所讲的 披着马克思在路易波拉 五月十八日政变记里面 我觉得最精彩的一段就讲 所有人穿着古代衣服 重新跑出来舞台 穿着古代的道具 本身是一件非常值得玩味的事情 那么在美国有非常清楚的 有一段时间人们都要回到 可是在新海革命没有 新海革命要回到的倒是 像钱玄彤要穿着 钱玄彤新海革命成功之后 兴奋不已 马上要穿着中国古代的身衣 身衣去教育部上班 穿了几天发现没有人响应 赶快要脱掉了 你可以想到这个激情 那个魏建功写了 钱玄彤日记里面讲的 千真万确 就是在晚清那种复古主义的激情 可是并没有持久 这么多人在晚清 最后的那几年都说 我们要恢复古代汉族的 伟大的这种方式 可是我很少看到 像钱玄彤这样的例子 没有像美国的革命之后 有一段时间 相当长一段时间 对古罗马共和那种 几乎细节式的模仿 没有 那么刚刚这个张教授提到 我上次在一个偶然机会也提到 墨西哥的近代的革命 完全走相反 墨西哥革命跟中国的新海革命 好像我是外航人 我是从John Dunn的书里面看到的 他说他是回到更保守 所以不是所有的革命 都要以皇帝向日本维持的天皇 墨西哥革命是回到一个更淳朴的农业 是反对的是capitalized 资本主义化的农业 侵蚀了原来他们有的农业的基础 所以革命完以后 而且没有领导人 没有政党什么都没有 那些政党跟领导人 是在革命成功以后形成的 为了要维持这个局面所形成的 所以它是回到更原来的理想 所以不是必然要走向这条路 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那么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只是就记忆所记忆的 这个补充一下 谢谢 非常遗憾 时间就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 你的中文讲得真好 没有 请这个Gregory Rob副校长 就像一台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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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t a group picture too 感谢观看